我跟你们说,以后这剩下的饺子皮可千万别再扔了 学会这个新做法,做一次一个月不早起 早上只需要五分钟就搞定 特别适合懒得起床又想多睡一会儿的朋友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准备隔夜吃剩的饺子皮 两到十张围一落 擀圆备用 两块钱的猪前腿肉做成肉馅 备用 把小香醋切成漂亮迷人的葱花 一小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最后切成姜末备用 接下来开始调馅 一颗新鲜的母鸡蛋 一勺食盐 半勺五香粉 适量的松鲜鲜替代鸡粉 一点香醋 多一些的料油 最后来上你紧记的蚝油提鲜 放上姜末、葱花 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 这样拌好的肉馅鲜的有多汁 饺子皮上放上适量的肉馅 摊平 边缘抹上一些清水 盖上饺子皮 捏紧实 变米称提前预热 放上少许食用油 浮抹均匀 这是我晚上提前做好的 早上起来只需要简单的称一称 就会非常薄透 平时 周末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冷冻保存 早上起来午虚解冻 直接放入我电饼称中 饼子特别薄 熟的速度也非常快 一分钟一张 倒至两面金黄就熟透了 用吃剩的爪子皮来做香荷肉饼 简单又快速 做一次一个月不早起 特别适合家里有孩子 或者是上班的朋友 肉馅多汁 葱香味浓郁 搭配上牛奶和鸡蛋 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